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挺没必要 为什么呀 事都已经过去了 我本来以为也过去了 可我就是见到彭时宜我才知道 这事在我心里并没有过去 这事都已经出了 你就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 那以后不干就是了 你何必那么较真呢 再说了 他要是不撒这明天大谎 你也不会这么干 可他不是反思了吗 而且是很深刻的反思 真的 他没痛骂你 没有 他还安慰我呢 说这事你别放在心上 说他现在也明白了 生活教育了每一个人 只有失败的经历 才懂得踏踏实实做人 这是他说的吗 反正我觉得他挺正常的 这就叫冤家路窄 因果报应 依我看呀 这天下的事不管绕多大圈子 只要不是光明磊落的 你就得受尽折磨 反正今儿说完以后 我心里舒服多了 bos纽尽的事情 없습니다 就是 ド中 确 mo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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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姨姐 你怎么了 没事 打扫了吧 好 你干吗呀 干吗呀 神经病 神经病 你给我把人护掉 想想吧 得罪谁了 我没得罪过什么人的 没得罪什么人 你嘴还挺硬的 还记得彭世宇吗 怎么不说话 你不会这么健忘吧 人家都戴上了皇冠 当上了选美冠军 马上就成了青春玉女的掌门人了 大把的锦绣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呢 可你呢 你还挖出了他死不认账的前老公 还有什么近亲结婚的死孩子 你让人家一个跟头从天上翻到地下 这样的血海深仇 你认为人家会轻易放掉你吗 可是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你认为这件事情 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了吗 没那么容易 你是他什么人呢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没必要管这些人 彭世宇说 他接受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 现在你也一样 这样才算扯平了 那他想怎么样啊 太简单了 就一个字 钱 多少钱 不多 五十万 五十万 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你就去借呀 什么爹妈呀 亲亲朋友兄弟姐妹 好好想想 谁能帮你 谁能借给你 干脆把我杀了吧 你杀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 杀人是很麻烦的 前前后后很多首尾 现在是法治社会 人民案还不是很容易过关的 更何况 我是做体面生意的人 我怎么能为你这点区区小事大动干戈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可以轻而易举的让你染上毒瘾 然后毫发无伤的放你回去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报警 你可以带着那些个公安老门到这个仓库里面来 你给讲述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 讲完你所有经历的一切 更何况你讲不出我长得什么样来 反而呢 讲出你很彭氏雨的过节 这可是一个非常动听曲折的故事 问题是结果 结果你做了笔录 摁上自己的手印 然后编了号 这个案子就被放进了统计书字里 此后就什么都结束了 赶紧想办法抽签吧 我没工作在这陪你玩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九 四十七 感觉怎么样 不想吐 这就对了 前面几次都不是很舒服 伤了一点就好了 我求求你了 你放我一把行不行 放你一把 你说得到轻轻 冤有头窄有主 我不是不放你 你想了结此事也很简单 就是把钱拿出来 一切不就都摆平了 可是我真的没有钱 我们家人也都不富裕 那你就只好染上毒瘾 生不如死吧 还是紫冲说得对 有些事情做了 就要付出代价 你还不放一遍 那么 好 你可以接 但不能报警 否则你可就没命了 喂 喂 陆明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呀 子冲 我现在外面呢 我今晚可能回不去了 好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好 那你注意安全啊 我知道了 好 再见 拜拜 我说你到底想好了没有 要不然再给你来一枕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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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电话 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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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峰吗 我是陆迷 我现在在外面 我遇到麻烦了 你能帮我吗 喂 喂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公司有点急事儿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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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在这神神秘秘的 等谁呢 物流公司欠咱秘笔账 老板叫咱们来收账 那干嘛在这儿啊 问那么多干什么 你去收账就行了 怎么弄得跟黑社会似的 喂 我到了 钱带来了 带来了 我要的人呢 那好 你把钱交到你对面车上的人 尽管钱以后啊 已经能见到你所要见的人了 说话算数 说话算数 他要懂得跟黑社会似的 他算是一个人 请不吝点 他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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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去 他要知道 他们可以 要得 灵散 令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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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意味着这是咱们的摄楼处 您现在主要考虑几居室呢 一居或者两居 您请您 这是我们一百平米的房子 这边呢是我们的卫生间 好 我们往里走 这边是我们的厨房 大概是十平米左右 挺宽敞的 挺大的 往里走 这边是我们的客厅 客厅的面包比较大四米五 您先看一下吧 我这边有客户 还有点事 哎 不好意思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太大了一百平米 我觉得这合适 这两边墙将来我都换上我拍的照片 可是我们出版这个手期的话 那只剩下三万五个 你自己看着办 不是 看个是 你看 你自己看这个 他太高了 我去看他 我去看看 咱们都住上这么大的豪宅了 怎么还是两菜一汤啊 看来咱们的生活 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哪 留着钱还得交贷款呢 再说了 青椒都有营养啊 对对对 行物室也是 来 喂 喂 你好 是朱元峰吗 我是陆迷 你好 你明天晚上有空吗 有事了 我想请你吃顿饭 没问题 好 既然我得加班 不回来了 再见 再见 手机 忘了 好 谢谢 谢谢 你知道我这人 不太会说话 我怕我见到你以后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所以现在才约你出来 罗铭 别这么说 谁都会犯错误 全当是花钱买教训了 谢谢你啊 你说 我们要不要去报警啊 这件事情我也想了好几天 可想来想去 我们现在都是有家庭的人 这种事传出去 总是不太好 可是我看着他们逍遥法外 我咽不下这口气 关键是对你不好 你想想 胡子冲要是知道这件事 他会怎么想 你说的对 我觉得你比我想象中成熟多了 我承认 以前我对你有偏见 我希望你别介意 我没有想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会出来帮我 而且还处处为我着想 今天这顿饭我请你 不用 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这不是客气 你总得允许我略保存心吧 其实我高兴的是 我们的关系又正常化了 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这是属于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你谁都不能说 一定 这环境还不错吧 高兽 我说可以 了了 你看你什么时候参 请我们上这儿吃顿饭呀 就是 你瞧谁 我先宣布 这是我本年度请大家吃的 这个最后一顿饭 不是吧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你跟他吃饭就吃饭 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你相信我行吗 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你都不对我说实话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那我那不怕你误会吗 我会误会 你应该知道我一点都不缺乏理解力吧 当初你决定嫁给他的事 我都没有误解你 我实在想象不出 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产生误会的 你干嘛老提当初当初啊 当初那时候我妈逼得我 我不也没辙吗 再说了 我不也没嫁给他吗 这成了你的一块心病是不是 你别转移话题 陆明 我很惊讶 你对我撒谎 我会据你 我会不会 石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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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昨天吃饭的时候碰见谁了吗 谁啊 彭施宇 我的大小姐 你切的这是钱 他认出你了 谁啊 彭施宇啊 我真没想到啊 他还能记得我 当时啊他就坐在我隔壁桌 主动上来跟我打招呼 还说什么了 说是让我们上台去玩 请我们给他拍照片 挺和气的 上回你单独见他时候的真情告白 还真挺起作用 正所谓一笑命恩仇 不是你这是要杀谁啊 你使那么大劲干嘛啊 想杀人 难道 我真的要再杀一个更大的谎 来掩盖绑架的事实吗 不行 我要对子冲说实话 一定要说实话 行礼又谁 他都没有你 他就意识一下 料好 有意识 所以你不用了 他就意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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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识我 你就意识我 他就意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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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意识我 他就意识我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去找祝元芳 是想向他借钱 你为什么要问他借钱 我和老白想弄个摄影展 想从他那儿弄点赞助 你是不是觉得你当时没嫁给他 现在还是可以把别人当作 一个可利用资源设施 我没那么想过 对不起 我可能忽略了你的感受 忽略我是应该的 你以为我没钱 你别说这种话行不行 我已经决定不做这件事了 就让他过去吧 你别忘了你 我去睡觉了 你会不会走 我今天我不怕 你会 lik我 有事 我肯定你 有事 都凉了 服务员 凉了 我又不吃凉了 白俊 你给我设计一个签名 干吗呀 万一我一不小心 大龙大佐了呢 再吓着我 说吧 今天玩的手仪式有什么感叹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说假话 那我还是说真话 不怎么样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演戏 白俊 我们之间还不至于是抵我矛盾的关系吧 你怎么老瞧不起我 老对着我干 这怎么叫老对着你干呀 这叫苦口良药 我是真心的劝你啊 以后啊 别在这圈子里边混了 为什么呀 没实力啊 我没实力 我 那是你妈妈的实力啊 不是你的 这件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投资两千万的片子会没有人看 是不是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啊 不是不够主席 我觉得是饱和了 你看光媒体来看咱们这个片子 我就陪人看了七遍呢 而且报纸上咱们占用的面积也不少 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主席 您看咱能不能这样 您跟市里有关领导比较熟 但是能不能叫市里五部委联合发一个红头文件 咱们来推荐这个片子 不行不行 坚决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主席 你看以前很多这样的片子不都是推荐给大家看的吗 再说咱们这个片子 美容积极向上 为什么不能推到校园里去呢 这么做肯定不行 老冯也不会答应的 他本来对这件事儿就非常反感 再说他现在又出国了 我也没法跟他商量啊 冯部长出国了 那这不正好吗 主席 您看啊 如果冯部长在的话 他肯定不同意咱们这么做 他现在出国了 咱们可以说这些事儿咱们不知道啊 好 好 好 哎 老牛 几天没见你个马下了 又泡妞去了吧 我泡妞 不让妞就把我当柠檬茶泡了 就不错了 那你干嘛去了 我还能干嘛去 这不是职业病吗 思维便秘 我也是 瞧咱们得了这病吧 S床 我给你指条活路 你到酒廊 咖啡屋 书屋去 那些地方特别激发人的灵感 不是 你知道罗琳夫人吗 她就是在那构思的伟大的作品 哈利波特 我这也是在那炖开茅塞 得了吧 你人人那是在伦敦的咖啡馆 就咱们这咖啡馆 除了扬州炒饭 就是红烧牛肉面的味 炖开茅塞 所以就神变秘了 不过有一些地方已经与时俱进了 我给你推荐几个地方 你像老树咖啡屋 田园酒廊 尤其是唐宁书屋 非常不错 我不跟你拼了 唐宁书屋 这也听人要开心 你的咖啡 我的 多少钱 我们这咖啡是免费的 你们这环境真不错 又安静 以后要是除了买书 我可以带着电脑来这工作会吗 可以啊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电脑程序设计的 没问题 而且我这还有宽带 我 谢谢啊 欢迎你常来 好 没什么特别的 全是些补药 什么固本啊 正气啊 我劝你啊 还是别吃这些东西 只要你心思别那么重 保准能怀上 还是吃几副看看吧 纪容 你怎么越来越没自信呢 想方设法用孩子牵制住另一半 这不是以前我们最瞧不起的事吗 以前我是这种想法 但是现在不全是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高兴不起来 感觉到很寂寞 我想可能有了孩子我会好一点吧 朱元峰现在对你怎么样 还行 至少是正常 你说 他跟陆迷之间还会有联系吗 不知道 应该没有了吧 我觉得 朱元峰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 这也是你对他不舍的原因之一 我说的没错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不会没有联系 以前朱元峰老愿意在家里搞同学会之类的 现在我一提这事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难道他不想见陆迷吗 你说这正常吗 你是不是太疑神疑鬼了 既然当初你决定嫁给朱元峰 当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那就是说你愿意包容这件事 现在想这么多 你又何必当初呢 也许你说的对吧 反正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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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一本最新版的读书 你真的就不能早一点吗 每次我都要关门了你才赶过来 早点不是人多吗 什么 没什么 我说我上班不是挺忙的吗 进来吧 这是你要的那本 给 给 谢谢 你 你可以走了 爸 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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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什么话 我是一个搞摄影的 这我知道 你以前说过 已经说过了 嗯 嗯 我现在要说的是 我是一个搞摄影的 我觉得 我对人的面部表情特别敏感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你 是一个搞摄影的 对你忧伤的眼 想冲到你面前 说一些偏眼 说一些偏眼 谁看着你却 谁看着你却 来不知让我上前 从此的日子 从此的日子 总是在车滑前 你是在车滑前 你是在车滑前 想捕捉你的容颜 再次的相见 是旧去第一站 你站在风里 让我不顾重上前 不要再次转身离去 在梦里我和你已多次 多次的相遇 不要拒绝我一千里 为了这一点 我连呼 谁都仿佛寻领起 就遇见你 如果就慢慢飞 让我拥抱着你 用一生路远 我又爱着你 你所以会让我拥抱 你一点 我和你心里 你也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我又要老乱 要了 你怎么可能 才会有什么 没不在乱 你真的 哪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